综合练习这个格式 我如果今天这个格式希望套用到哪里呢 套用到今天日期 比如说我插入还有一个函数 使用日期时间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Today 这个Today里面的话 你可以按确定 它会自动抓到今天日期 那当然呢 如果说你用Today之外 你还可以用另外一个 这个Now的函数 这边有个Now 那其实Now按确定之后的话 也可以得到那个今天的日期 不过它底下有个说明 除了日期之外 它还有时间 OK按确定 那只是说预设的格式是日期的话 那它不会显示时间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把这两个选起来 按右键 出现在格式里面的话 你如果改成时间标准这一个 年月日可能10分好了 OK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Today呢 它一定是在12点 可是呢 这个Now的话 它就会有时间的讯息 另外如果你把这两个格式选取 再换一个按右键 出成格式的话 那你把它改成通用格式的话 通用格式指的 就是它原来 里面存的资料 那原来存的资料 你会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是什么呢 很奇妙的一个数字 里面的话呢 为什么按通用它会是一个数字呢 基本上根据官方的说法 这个数字呢 其实它得到的结果是跟1900年的1月1号 相比较之下 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一直到今天为止 总共是42908天 所以如果你今天假如在旁边 假设在这上面 输入1900年的1月1号 Enter一下 那你可以按右键之后 储存的格式 一样把它改成通用的话 按确定 它会是1 那也就是 这一天当第一天的意思 所以呢 日期 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数字 那只是说经过格式 它让你看到的是年月日的结果 因为日期比较特殊啦 因为它在一个 一个资料里面要放三个讯息啦 一定要显示年月日 可能甚至它产生十分秒 六个 那你想说 那为什么这个today呢 它是整数 因为它没有时间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为什么有小数点呢 基本上 时间就是小数点 那时间为什么小数点 因为呢 一个小时 实际上就是二十四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怎么样呢 在旁边可以练习 如果等于什么呢 二十四分之一 一除以二十四的话 有没有 Enter 它会是一个小数点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小数点按右键 除了格式把它改成时间 改成什么呢 可能有这个好了 十分秒 impm 对不对 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 它会是am的一点 OK 应该懂了老逻辑吧 所以如果是零的话 就是十二点 就是零乘的十二点 再来二十四分之一 就是一点 那如果你二十四分之二 好吗 Enter的话 怎么样 就两点 以此类推 所以 因为它 它没办法 出不进嘛 所以 我们大概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它里面就小数点 那也就是说 实际上在Excel里面 数字就整数了 小数点 就是 时间的部分 所以你要计算的时候 可能就是 可以直接计算 但是计算的话 它 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它里面有三个讯息 那你直接计算的话 天还可以 像这个天 比如说 我这个地方 假如说 我要计算好了 以这个例子来看 这个地方 其实如果 未来日期 比如说 这个是 跟1900相差 四万两千多天 那如果是 这个 东京奥运那一天的话 它一定会更多 四万四千多天 所以 倒数计时怎么算 其实非常简单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一天的日期 减掉 这一天 today 打勾之后的话 天数就算完了 所以 其实在Excel里面 算天是最简单的 因为那个天 其实就是 里面储存的数字 几天 那是跟 1900年1月1号 相比较之下 所以未来的天 减掉今天 那剩下就是 就是它 两个日期 相差几天的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其实 Excel里面最麻烦的 其实是算什么 算月跟年 因为月跟年 月的话呢 有 31天 30 29 28 对不对 然后年的话呢 又有润年的问题 有365 跟366天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以后你遇到天 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你遇到 月或年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 你不能说 我所有的月 都用30天来除 可不可以 我之前有看过人家 真的就是这样做 他就算一个月 你算30天 我不管 反正就 大月小月都30天好了 也有人这样做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是算人家的工资好了 你算几天 我用 那这样他会觉得说 被占便宜了 因为有些 二月的话 28天 那可是你给我算 多两天 我要多做两天 才有一个月的薪水 不对啊 对不对 年也是一样 你不能用365 因为有 润年的问题 润年会多一天 对不对 OK 所以 怎么办呢 基本上如果有那种 月跟日的问题 月跟年的问题 通常会交给这个函数 叫DATIVE OK 算日很简单 但是算月跟年 其实你可以用DATIVE 那这个DATIVE很有趣 它非常重要 可是呢 你在插入函数里面呢 你是找不到这个DATIVE 日期时间嘛 对不对 里面的话找不到DATIVE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函数是 前一个环境 因为在没有Excel之前 大家都是用LOTUS123 有听过这个软体吧 如果点头的话 表示你的肢力比较深了 因为这个是在DATIVE 环境里面才有的 那DATIVE 我想应该已经是 已经是历史名词了吧 OK 应该很多人可能连DATIVE 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DATIVE 就是你开机 有没有 就整个就是黑跟白而已 就有点像什么 你在附属用程式里面 看到的那种什么 命令提示资源 有没有 这个就DOS OK 那以前开机就是黑跟白 那你要怎么操作 你要打指令 有没有 我记得很多 以前刚开始 比如说你要进到什么系统 LOTUS123 你要打指令 进去里面做什么事 也要打指令 那时候的四算表 当然用起来很辛苦 可是那个里面 有一个功能就是说 它就是计算日期 这个函数很好用 可是因为有专利的问题 Essale它没有办法 直接把它拿到这里面 可是它为了要相容LOTUS123的 那个计算 所以它把怎么样 它可以让你用打的 但是不能用插入函数 所以你可以自己在那边打DATIVE 那这个函数因为很重要 算年跟月 几乎没有比它更好用的函数 OK 所以如果你要计算年跟月的话 那可以用它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算这两个日期 相差几年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前面日期 逗点 第一个是前面的日期 第二个是后面的日期 逗点比什么呢 后面给它一个字串 所以记得哦 字串的话 其实就文字 一定要前后算以后 Enter一下 26 OK算出了 那这个年它算年的部分 它还会去计算说你到底后面的日期有没有满 也就是说如果我把前面的日期改成8月12好了 应该这样没有满嘛 8月前面8月15 后面8月12还没满嘛 所以你Enter的话呢 它会是25年 OK 那另外还有一种做法 就是说 如果你要算年 还有人怎么做呢 插入函数 用那个year的这个函数 有没有 这个应该有用过吧 year函数 然后呢 抓怎么抓后面这一个 的year 2016 对不对 减掉什么呢 前面的这个year 所以我把这个公式 Ctrl C一下 贴一下 把这个出生格 抓前面这个好了 就是2016 减掉1980 打勾之后 26 不过这个缺点是什么呢 它只会抓年 它不会管你月跟日 到底有没有满 可是Dedif呢 它会去抓 那个月跟日的讯息 所以当然呢 有些时候啦 我不知道 因为有些工作的逻辑是说 我就是只要看年就好了 其他我都不看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计算年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就用Dedif 会是比较好的方式 OK 再不然的话 怎么样 如果你要精确的话 恐怕用Ded查 不过那个就一大串的 好 再来月的话 怎么算月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直接向下填满好了 然后只要改参数就可以了 改 如果 后面要算月的话 把这个后面的参数 改成M打勾 313 OK 那如果说你 不会用Dedif算月的话 那很麻烦的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要用 其他的函数 可以用Ded函数 不过Ded函数 你要YMD 切割 然后分别去计算 哇 这个太麻烦了 所以用Dedif的话 其实会简单许多 那再来的话 底下呢 算日的话 很简单 就是什么 直接D 不过 刚刚我们讲过了 如果你要算日 其实用这个方法 反而比较麻烦 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 等于什么 这个 减什么呢 这个 打勾 有没有 一模一样 所以算天 其实不需要Dedif 但是算月跟算年 Dedif就非常好用 那底下还有什么呢 YM YD跟MD 那这几个 其实是什么时候用到 其实是针对后面的这个 这个练习 比如说我算出它几岁之后 那它因为它会去比较它 也没有满一年 所以剩下来的 假设啦 你年比完了 有没有 税比完之后要月吧 所以呢 如果说你接着要比月的话 这个YM意思是说我不要去管年 这个月跟日 跟这个月跟日 相差几个月的意思 OK 那这个8月15跟10月12 其实就算同一年好了 OK 同年的8月15 跟10月12 相差几个月呢 其实它会去管那个日 所以 就是结果应该是 YM 所以你可以直接YM Enter 一个月 有没有 OK 因为8月15 跟10月12 10月12还没满嘛 除非怎么样 你把这个怎么样 改成15Enter 它又多一个月了 那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那如果我把它改成什么 1月 前面 小后面大可以减 可是如果前面大 后面比较小那怎么办呢 你如果Enter的话 它会算什么 后面那个比较小的话 算下一年度的 所以8月15到下个年度的 1月15 相差几个月 90 11 12 1月 OK Enter的话是多少呢 就5个月了 OK 对不对 90 11 12 1月 5个月 OK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意思是说 其实 到底很简单 因为你算完税之后 剩下来就算几个月 那因为你税已经算完之后 那剩下来的就用YM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 关键 算几天 其实就可以对应到MD 那MD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我的年也算过了 我的月也算过了 所以接下来算天的 15号到17号 相差几天呢 如果用MD的话 我刚讲过了 12号比较小 算下一个月的 OK 所以15号到下个月的12号 那当然我们把它算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 那应该就是 应该27天吧 对没错 OK 那当然如果你后面比较大的话 那它就会直接减就可以了 所以呢 只要利用Y跟YM跟MD 其实就可以做出后面这个结果了 应该可以理解了 其实他如果你不会用Dedif 光算底下的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 另外我可能没讲到这个YD YD其实就对应到YM 意思是说 如果你上面是算 不考虑年的相差几个月 那这个是不考虑年相差几天的意思啦 OK 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 其实就是什么 YD 这个YD Enter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不管年 意思就是说呢 8月15到10月12 相差几天的意思 上面是相差几个月 下面YD的话是相差几天 几天的话 Enter 理论上应该是 一个月两个月 58 就是 8月15到10月12 相差58天 OK 那一样啦 如果你后面的日期比较小的话 就算下一个月 下一个年度啦 OK 大概会有 Dedif大概会有比较重要的这几个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它套用到这边的话 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啦 你可以怎么 先利用什么呢 刚刚讲的 先算年 再算剩下来的月 再算剩下来的天 可是这一题比较麻烦的是 那你要怎么样 把这些 有没有 这个公式其实就等于这个N嘛 那你要怎么样刚好 诶 中间要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特别主要公式跟字串 要串的话用N的符号 双一号双一号 如果又一个公式又要在串 所以这一题的话基本上 第一个需要用Dedif 第二个就是公式跟字串怎么快速串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大概主要厘清 跟各位一些重要的观念 其实时间呢 日期就是一个整数 这个整数的由来就是跟1900年的1月1号相差几天 OK 那第二个是时间 时间的话呢 其实是小数点 那也就是24小时 它基本上就是1 所以哦 那个你只要小时 还有后面的10分秒 其实都是小数点 OK 那只是计算要怎么计算 这个当然概念上跟那个 跟日期还蛮像的 只是说呢 怎么去分别把资料截取出来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 计算出精确的年龄 多年 不然 不然 不如 能 Air 你 没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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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